推入那个专案的时候,特别注意就是说,你可以在什么呢,就是在New的时候,好像它这边就有一个New,一个,是启动了画面的时候,有一个Import,有个Import那个,这边有Import,这边有Import,可是这个Import不知道可不可以,这个是从,在关掉那个画面的时候,把New,应该是New一个,不是这个,在启动画面,回到那个启动画面, 有一个可以汇入Eclipse的那个,有没有,有一个功能,那你就是特别注意,如果你要汇入Eclipse的版本,你要确定一件事情,就是说Eclipse的那个,它一定也会有Default的SDK版本,如果它是用比如说4.0的版本,对不对,你这边呢,也一定要装那个版本,如果它是4.22的,那你这边也要装个4.22的,否则汇入会失败,这个我有试过,而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 而且它转换,那个完整,就是说成功率还蛮高的,就怕说,你那个Eclipse的版本,不知道哪个版本,你会进来,它会一直叫你装一堆东西,那你可能一直装,装到,已经怕装了什么东西,最后还是会失败,就一直装一直装,它会叫你一直update,那之前就有同学,就一直update,一直update,一直update, update到最后呢,还是失败,所以建议啦,就是一定要先确定,你是什么版本,再来贿赂,就很容易就成功了,也许后面我们有机会再来,看有没有什么范例啦,我在云端上有放旧的,完整的范例是Eclipse, 但是那个方法,我觉得风险太大,其实最好的方法,就是怎么样,MVC,有没有,你就把那个Eclipse里面的M,找到,VC,分别怎样,先建个专案啦,重贴算了,这个成功率,几乎是百分百,而且没什么问题, 你看到这个,像我这边,会一直跳出什么update啦,要不要什么,我都把Eclipse给它擦擦掉,你不要看到有update,你就把它手仰按下去了,那可能就又出一些奇奇怪的问题,没问题都变有问题啦,OK,基本上我觉得它不要去update之后,其实都,update好像都还蛮稳的,update之后我觉得,不知道喂,有同学好像就把它update下去,那些问题我可能还没碰到, 我宁可就干脆重新做一个新的系统,算了,我不要说一下拼装这个,一下拼装那个,最后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,而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那个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,你也搞不清楚啦,OK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刚刚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,我们分别,我有把那个云端上面的画面做更新的,所以刚刚同学好像会看到有一个那个,manifest的部分, 我这边有更新,那在Eclipse版本里面有图形化界面,不过,如果你是在Android Studio也很简单,打上这一行,那至于打的位置,你只要打在manifest的上面,或者是application的上面都可以,你就是不要打在application里面就好了,因为打错位置也是会出状况的,OK,然后menu部分的话有三个,那因为刚刚我没贴程式啦,如果你要参考程式在这里,那其实也不用, 自己来一下也OK,那把这个地方,键的方法,一样是menu,里面的man,其他大概就这样,底下的程式在这里,那最后的话,当然我有贴一个那个,在我们云端旁边,有放一个就是Android的intent大权,这里面的话,我刚刚讲过了,比如说你今天要搜寻网路的资料,其实差异在这里,有没有,intent的那个动作要做什么,然后 然后一样给他要intent的哪些关键字,那不过特别注意,前提是,你的环境里面的模拟器,必须要是有Google API的版本,那Google API的版本要怎么样新增,特别注意呢,你可以从SDK里面,SDK Manager把它打开来,那我是建议,你千万不要乱安装,update的话呢,他会先跑一下,而且会建议你安装11个,删除2个,清, 我是建议啦,请你把它恢复成完全没有打勾,不要,不要用他建议的,通通都打勾取消,没事,千万不要去做,反正先归零,那怎么样知道说哪一些是有API的版本,各位有看到有没有,一定是5.0以后的版本,那装的话,基本上你就装这个什么,像我刚刚有装一个就是Android的5.01的这个21的版本, 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,Google API的模拟器,有没有,Google API,有没有发现,它一样是Intel的X86 Atom这个,System Image,只是差别是这个东西,那有这个东西之后,你把它启动模拟器的话,里面才会有,这个Google的相关,包含就是什么呢,Google的那个像地图,像YouTube,像一些,有些相关的service 才会有哦,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们要测试那个Google Map的话,一定也要是Google API的版本,才有办法测试,再不然你可能要17啦,再不然可能就是用的嘛,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一个叫Ginimotion的,Ginimotion里面也有支援Google API,如果没有这些,那你就测试起来就有问题了, 尤其像我们刚刚不是要说,像Intel那几个,你的手机,你的模拟器里面是没办法测试的,像地图好了,像后面我们Google这个Intel大全,这个有没有,这个有没有,浏览网页这个OK,这样浏览地图有没有,经纬度给它,然后呢,一样是Intel View,它会把这个经纬度放过来,可是这个时候它会start activity是呼叫什么,呼叫Google地图,可是你模拟器里面没有Google地图, 所以就无法可能就跳掉了,OK,那顺便讲一下,你知道像Google的经纬度这个怎么查的,如何查询那个经纬度,你那都知道吧,比如说你要找一个地方的经纬度,那你要去把那个地方的经纬度查出来的话,所以你可以透过那个Google地图,其实非常好找啦,就是说你就找到一个地方,比如说我们看到随便一个地方, 这是我Google,在这里,信号这里,假如我们现在的位置,对不对,那我怎么知道说呢,它的那个经纬度在哪里,其实非常简单,请你按右键,这是哪里,点击它,请注意下方有没有看到,25点,有没有,后面有6位数小位数,有没有,那豆点,121.57, 5378888,有没有,这个,那我点歪了,OK,再往前推,点准一点,这里嘛,按右键,这是哪里,对啊,没错吧,就这个,那特别注意,前面是应该是北纬,后面是东金,因为我们是北纬嘛,北半球,后面是东金,OK,然后呢,到小数点的第6位, 所以后面应该会讲到那个Google地图,不过Google地图好像是汤老师的会讲到,所以,我不知道,OK,没有,后面我有,只是我怕我应该是,我的时间应该是交不到那边,总要有取舍,而且,那都没关系,这个地方至少你要有概念,一定要有Google API的版本,OK,而且我建议啦,你要成为 一个好的设计师之前,一定要是一个应用达人啦,你这部分都不太会用,你怎么知道,像里面有什么功能,是不是这样,Google地图非常强大,其实我出国自由行都靠它,所以我都已经规划好了,包含说我饭店应该住哪里,是最佳地理位置,战略位置要先选好,否则的话,你一直在走路,一直在走路,自由行,所以要怎么去找到最近的地方,然后怎么车子, 到那里刚刚好,你就不用走路了,然后逛街的地方啊,风景区哪里最好,所以其实,这个课结束之后,我已经开始规划我的下一个旅行,里面的话我讲过啦,这边的话有个,您的贡献,这就是我的贡献,上次有人跟各位讲过,我的相片,这边的话我看一下,最近有观看次数,我的相片的观看次数是, 一百七十几万次,OK,我里面放了,大概不知道几百张图了吧,所以我这所有的景点,他这功能还蛮棒的,是说他每个去的地方,他都会帮我打上那个,打上那个星星的,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说,哪些地方,然后呢,有照过照片的,然后呢,哪一些照片呢,最多人看,这样这张照片的,光一张照片就六万多人看过了, OK,反正就这些东西啦,好,那这个是第一个,有关Google地图部分,所以你们后面练习的话,可以试试看,显示地图,注意第一个,安装具有Google API版本的模拟器,OK,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去找到Google地图的经纬度,OK,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,做什么事呢,很简单啦,点击进去,你设几个长区的位置, 然后甚至配合什么,路径规划,因为现在就是Google地图,在那个行车规划上面越来越厉害了,也许你可以规划一下,甚至如果你将来出国的时候,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APP,以后的话呢,人家点击进去,自动帮你规划好,怎么去走,马上显示出来, 但旅游业这部分,我觉得真的可以下一点,动一点,就是说脑筋,其实有的时候出国好玩,就是说,如果有个APP帮你都规划好了,直接让你下载,你就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,跟团也会跟得很愉快啊,不然有时候都跟团不知道去跟什么,自己都不知道,到哪里,下车了,哦,下车了,哦,然后呢,看一看风,哦,走了,走又走了,OK,也不知道去哪里,哦,类似有这种的,这个有个拨打电话啦,发信等等的,这边有这么多的, Email,信箱,多媒体,打开照相机,哦,有没有,然后呢,从Gallery去选图片,比如说你点击兴趣,那你要怎么样把Gallery里面的那个,那张照片哦,直接在找手机里面预设的浏览,就图片浏览的那个软体,OK,也可以用Intent,自动把那张图丢到预设的那一个,也许是相簿,那你可以再做后续的浏览,哦,然后还有什么,打,这个打路机, 这个我是没用过啦,如果有时间的话,可以自己再试一下,这么多这么多,然后这么多,每个都可以试试看啦,不过,这些东西哦,坦白讲,都很花时间啦,OK,有时间的同学啦,把它当练功,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,哇,那你可以做非常多的APP功能出来,OK,大概是这边补充说明, 那再来的话,请各位就把那个刚刚的部分先完成,那待会呢,我们再来看,早上有跟各位讲到的那一题,就是List Review的CSV,有没有,那后来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真结点了,就是,Manifest里面的什么呢,Use Permission,加一个什么呢,Internet就可以了,OK,所以,有时候真的, 即便非常有把握的东西啦,但是有一段时间没用的,还是会忘记,所以真的要整理,有没有,整理那个step,step,所以标准的SOP,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看我自己以前做的,为什么,因为你不太可能说你什么东西都包山包海,都记在脑袋里面,很辛苦的,所以怎么办,把它放在云端上,拿来参考最快,真的,我后来发现哦, 没有人这么厉害,你现在打得很厉害啦,过几年,不会过几年,过几个月之后啦,你会忘掉,绝对会,再怎么熟的,还是会忘掉,所以我宁可这样,把这些东西,放在一个很好找的地方,不要刻意去一直在那边,一直想一直想,反正需要的时候,拿来稍微参考一下,真的比较快,但不是每个人都习惯,我讲过啦,我只是建议,OK, 那当然呢,如果说,从头打到尾,但是我发现,天才不是每个人都是,我遇过的学生里面,真的就有一个,从头到尾自己打,打在祭祀本里面,还跟我讲说,老师,我不要用Eclipse,他全部打完了,我只能说,你厉害,对啊,不不,刚刚我学了一句,好棒棒,是不是? 对对对,可是,没有啦,OK,好,就这样子,所以我觉得啦,这个当然就是一种,写,撰写程式的一种,使用的习惯问题啦,OK,每个人都不一样啦,好,那就是加这一行之后,加这一行之后呢,原来,你会发现啦, 就是这么一行,真的有时候可以搞死一个人,真的,因为你要知道,开始就怀疑,是不是哪边有问题,系统有问题,然后就开始断改系统,改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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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之后呢,最后自己放弃了,OK,所以就是这么一行而已哦,就这么一行哦,跑不,刚刚本来跑都跑不出来,改完之后呢,就会按下去呢,就跑出来,会员系统 OK,然后呢,里面的云端上面的东西呢,全部通通下来了,这个东西在哪里,Google试算表,点击它,跳出来了,而且没有问题啊,蛮OK的哦,那会不会很久,不会啊,咻一下就跑出来了,哦,那如果这个可以做出来,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出来了, 网路上任何的连结,你要抓到哪里就是哪里了,OK,你只要把你的网页,其实这个其实也是类似一个网页啦,你是网页里面的东西,那我们不是有交过一个,就是一个paster,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切切切切,切到阵列里面嘛,对吧,所以这个OK之后,后面像股票啦,像外汇啦,像期货啦,像所有网路上的东西都可以放进来了,OK哦, 那重点我们来看一下,里面大概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,M没有,M的话已经跑到哪里了,跑到云端上了,所以特别注意哦,这个早上有讲过的部分哦,OK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,把刚刚那个intent的部分哦,做一个结尾,啊如果有时间的话,可能动作比较快的话,可以哦,试试看,intent的其他功能,包含也许地图啦, 或者搜寻,但是前提记得就是要一个Google的这个哦,API的那个摸拟器哦,